歡迎繼續收看台北大中華新聞我是楊蘇晟 豆沉雞是台灣的傳統小姐 六天有一個日子將傳統口味加激撒馬魚豆、蚵仔、蝦仔、蝦仔等海鮮 用料非常豐盛 我母的豆沉雞都在加上撒馬魚豆、蚵仔、蝦仔 整晚都要不吃 這間新的海味豆沉雞 頭雞很大風 原來他在賣的豆沉雞之前是在加他補地沒海鮮的 媽媽那時候吃到後覺得米蘇雞跟我們六天家有很多 他吃到另外一種叫豆沉 吃豆沉後發現他現在是滿滿的感動 他覺得那個東西你的孩子時代就吃過了 所以不需要來做這個豆沉 豆沉雞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豆沉雞為了要迎合我們現在現代的一個大眾 有做一些海鮮 他本身我之前是船長在開鮮的 所以說有了一些海上的海鮮 所以有我們的蚵仔、蝦仔、這些東西 還要加進我們的豆沉 做一個海鮮的豆沉雞 來呈現給大家 迎合現在大家的口味 因為真正真想 某某都是料的豆沉雞 上幾倍九十九塊 上少的倍六十塊 到上這款的新吃飯 一開始是為了要煮給九十幾歲的阿嬤吃 阿嬤吃了很感動 想不到近年新聞點來的交代 也讓越來越多人直接就丟了 多謝華新聞連貴英 六港彩虹報道 今天也要跟著來了 啦